北京地铁所有线路的终点换乘站,它是什么样子? 威风带大家挨个的一探究竟 今天咱们去地铁北京南站,它是14号线东段的西端终点站 也是14号线和4号线的换乘车站 我现在是在永定门外站,下一站是北京南站 14号线东段是开通于2014年12月28号 比14号线西段晚开了一年半的时间 运行图上左手边这一段一共是23座车站 从上个专站至北京南站 其实,永定门外站的下一站是陶然桥站 由于陶然桥站,暂未开通,所以列车通过不停车 下一站就是北京南站了 北京南站的14号线地铁站 于2015年12月26号投入使用 14号线开往上个庄方向的首末班车时间是 早上的5点半和晚上的22点40 现在我们去换乘到站厅 在这里需要走两层才能到站厅 在示意图中看到站厅在最上边的B1层 4号线在中间的B2层 14号线在最下边的B3层 B3层的14号线换乘至B1层的站厅 是不经过4号线站台的 这也是为优先去北京南站坐火车的乘客而考虑 如果从14号线换乘到4号线 那必须先到站厅层 再下到4号线站台层 换乘时间大约是3分钟 不过还好的是都有扶梯 在街区图上可以看出来 北京南站的站房的位置 它是斜的 相信很多人来南站坐火车 都是坐地铁过来 而在站内的空间 也不容易辨别出来这个站房是正的 还是斜着的 北京南站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在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 距离天安门的直线距离是5公里 是北京的第一大火车站 是北京面积最大 揭发车次最多的火车站 北京南站始建于1897年 那时候称马家铺站 于2006年5月10日正式开始封站改造 于2008年8月1号随着京津城际铁路开通 而正式重新启用 现在随我换乘到4号线 从B1层的站厅下到B2层的4号线站台 4号线地铁站于2009年9月28号投入使用 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手末班车时间是5.15和21.15 开往天宫苑方向的手末班车时间是5.43和23.03 开往工艺西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23.28 比14号线早开通6年的4号线 看着这地上被踩的痕迹也说明了此站 两条地铁线在客流上的差别 如果要从4号线换乘到14号线 那么从这里下楼梯即可直达 换乘时间大概是20秒左右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下期再见